全球爱好原始点的家人们 大家好 今天是2023年4月16号 张医师献上课程 我们今天的主题是后继 张医师请您开始 好 那我们先来把后继念完 后继 我此生最大的心愿 就是研发并完善原始点医学 贡献给全人类造福子孙后代 原本打算穷毕生之力完成这本医书 想不到在夜以继日的努力 及众多善缘的帮助下 只用了十二载功夫 在尔顺之年 这本医书就已趋近我心目中的圆满境界 我自信这本医书可以流传久远 所以趁在板之际 对此中因缘做个交代 原始点是2003年 在我内人师叔针 阴入癌 经中西医治疗都无效 人已入住安宁病房 只求好死的情况下 为了缓解他的疼痛 彻底抛开 中西医学 一切归零 直接从内人身上点点滴滴 开始研发的 这个过程在我讲座视频中有详细交代 各种干苦不再赘述 可以说 没有内人的这场大病 就不会有原始点的研发 所以原始点是用他的生命换来的 早期发现大大小小的开关 有十几处 经过比对 山泰小开关 做最大限度的经济 最后归纳为一条脊椎 与七处原始点 并总结出 每一处原始点 涵盖范围的规律 由于每一处原始点的位置 急需找遍患者全身 且经很多案例 反复验证 才能归纳出来 所以每日细心钻研 足足花了五年 才完成 至于按推技巧 也是从患者的感受中 不断加以改进 完善的 对于体力虚弱的危急重病患者 通过观察发现 若只用按推 及外内热源是不够的 还要在生活中配合适当运动 充分休息 及良好心态 才能起到因变果转 恢复健康的目的 所以这本医书 是放空之鉴 如实观察归纳 完全以人为本 以病为师 而写的 由于原始点的效果显著 深受大众心爱 故在研发尚未完善之前 就已有很多邀约演讲 但自己擅长临床 却拙以表达 更不善写作 为了使民众容易明白 只好强迫自己 编写教材 于是在2006年 就有了这本医书的出版 早期此书内容 基本就是操作指南 没有什么理论 只需具足信心 老老实实照着去做 就可以解决很多疾病 然而随着接触的人 越来越多 我发现 患者太依赖现有的医疗 以致轻忽本身的自愈力 造成往外追求打针 吃药的多 肯内求自我调薪 运动的少 因此如何让民众了解 从日常生活中 去改善体质 增强体力 自愈力 才是健康长寿之道 就变得非常迫切了 因为事关无数民众的 健康与生命 深感责任重大 所以字字推敲 句句斟酌 百遍千遍 不厌其反 要求既要通俗易懂 又要解明恶药 且唯恐表达不如实 不圆满 因此所有文字的背后 还要有实证案例的支持 期间 期间常常为了改动几个字词 一做就是几个小时 直到文艺达意 或为了阐明一个观念 苦思多月 最后才破茧而出 虽然如此努力 整个架构及内容 已略据雏形 但理心中的圆满境界 还有一段落差 为了弥补落差 追求圆满 此书才会一版又一版地修定 在推广原始点的过程中 基金会不断收到 世界各地寄来的各种案例 使原始点保健疗法 获得更全面的验证与充实 还有很多原始点爱好者的 建言与提问 他们分享的成功与失败 都让我反思审视 此书的不足之处 而加以改进 才会有今天的成果 所以原始点医学的研发与完善 是众多的因缘际会所促成的 感谢这些帮助的人 特别是我们的老师 那些受病苦折磨 甚至付出生命的患者 是他们 教我放下个人之鉴 走出医学困境 让我不仅看清 生老病死的现象 还找出解决疾病 及延长寿命的方法 原始点医学 得来是如此的不易 希望大家能争取 同时希望所有推广原始点的人 能够坚持公益服务 视病如亲 为社会注入一股清流 存善愿 献爱心 给民众多一份温暖 通过人与人之间互相关爱 自力利他 以解决人类所有病苦 这也正是我研发原始点的初衷 大家之所以发心推广原始点 是为帮助病人利益众生 既然如此 就该虚心学习 深入此法 才能提升能力 顾好自己的身体 圆满自己的发心 再者 原始点是以病为师 所以 与其说是帮助病人利益众生 不如说是学习尊师重道 与成就自己的无私奉献 总之 原始点医学的诞生 是医界的一大事因缘 此生何其有幸 能参与其中贡献心力 我心怀感恩 世人今后 若能因此受益 我这一生 就没有白来了 张昭汉 我们从第一段看 我说这里是在 我的耳顺之面 当然我最大的心愿是 把这一本书完成 这么多年来 几乎就是以改书为主 虽然我自己文笔非常长 我自己最不满意自己的 当然就是文字方面 但是一直想把它写好 这个也花了我很多的时间跟力气 还好这一本我还是要提起 当修在写的过程中 初稿 我当修早期还有跟赖宗文 赖宗文在帮忙我 就是有做了这些初稿的一些写法 那后来因为他离开了之后 他当修后我是把我的一些感受 讲出来 那他帮我来写 那最后他离开了我发现 很多到后来的一些事情 一些演变 还有原始点的突破啊 种种啊 很多发现还是要重新在你 所以是从初稿到完整版出来 其实已经改了好多次了 这里把我很多的心情 早期的心情是有写出来 然后再加上我的感受 所以这一本 这后继这一篇 确实是也是花了很多次 来来回回 那这里提的喔 我在尔顺之年 你们现在看到文字的 就是只用了十二载公布 那如果这样来推这里写 这几个字是在2018年 甚至之前 那我尔顺之年就是六十岁了 那我今年就快要六十五岁了 应该是五六年前写的 五六年前到现在 很多原始点的突破 是最大的关键 就是在这几年 所以当时候你看喔 我还写说 这本一书已趋近 我心目中的圆满境界 事实上我在2018年 感觉好像 已经写到终点站了 也不知道还要写什么 那那时候还好 就是自己感觉已经遇到瓶颈 不过还是发生了一个案例 让我心痛不已 一个患者没有就是没有救起来 让我很沉碰 真的是刻骨铭心啊 然后从这里 就觉得还有很多不足之处 自己也开始反思 那这些原始点发展到2018年 最大的问题就是 他还不能把直达体伤 也就是热源的使用 还是停留在有一点像传统的中医 就是喝喝中药啊这一类 那像大面积的涂在身上 还有灌肠啊 喷鼻啊洗眼 这一类的 几乎是在2018年 也就是这个失败案例之后 才慢慢提出来 所以现在再来看这一段文字 也是蛮感伤的 原始点 它毕竟不是一路走来都蛮顺遂的 好 那我们来看下一页 这里 这一本书我是蛮有期待 所以我也认为它应该 将来在我写这一本书的时候 我认为它绝对可以流传久远 因为我写这一本书的态度 是很严谨的 我是希望说 即便我现在写出来 大家还不一定能完全理解我 但也没关系 以后数十年后 百年后 一定有人看了这一本书会受益 我就是抱着这一本书 以后要给百年后千年后 还能让人家看到 还能受益的心情来写 所以才会自自斟酌啊 惧记思考 我才会用这种心情 然后夜以继日 来把我内心的很多感受 还有经过沉淀之后 所归纳出来 来把他写出来 我们来看下面 当然他这里从开始写 就提到我内人的事情 那你看那时候2003年 他已经进入安宁病房了 那那时候你看现在已经2023年 所以这本书一看20年了 那从他的进入安宁病房开始学 其实原始点就在这里开始研发的 那最后找出一条集 这一集七处 好 我们看下一页 那这些他早期我在演讲 本来一直不想讲我太太的故事 但早期他们说 原始点它是有血有肉的 是从我的感情 我深爱我太太的情况下来写的 所以才会 他们要求我每一场演讲 最好还是把前言都讲一下 所以几乎这些过程中 我在早期的视频中都有 所以在写这些 我就觉得就是把它淡化啦 尽量把理说清楚 本来是这样想 但是在大家的要求下 有时候还是会提到 那很明显 原始点没有 因为我内人的关系 是不可能诞生的 我早期的日子过得还不错 因为考上中医师 生活也安定 然后好像孩子方面又有我太太照顾 整个家看起来都不错 但是也是一场病 把我整个计划 还有我们的家庭 整个都打乱了 那原始点也是在这种情况下诞生的 不得不说这个跟他的生病是有关的 所以从某个角度来看 他让我成长 虽然让我刻骨铭心的痛 但也让我从中 跳脱出过去所学的 所以那时候我就常常讲一句话 如果一个医师 没有经历生死 然后他就从以前这样读下来 然后就用在患者身上 他是不可能 不可能成为一个伟大的医师 这个我感受很深啊 为什么 你看最近早期 因为我也有一些人家来访问我 然后他们也在探讨就是原始点医学 然后我就把这个过程讲了 那讲完了我把他如何应用 如何解决疾病的方式都跟他们讲 然后这些访问的杂志 常常又会去访问 就是访问一些中医师或是西医 叫他们来 以他们医学的专业角度 来评论一下原始点 然后他们讲出来的话 常常是很多是 我认为啦很多就是 就是他们对原始点 所知有限的情况下 然后他们又觉得 我就是医师人家来说 我来评论原始点 好一点的就会说 当然啦按推按摩嘛 也有对身体有一点帮助嘛 那喝姜汤如果这个要小心啊 如果体质太热的人 可能会有造火啊 这个就要小心 所以原始点他当保养可以 不大可能能治病 你看一个中医师他就能够 这样讲做了这样的评论出来 那我也不怀疑啦 只是说 很多人在批判一个学问 你看我已经花了20年 然后每一刻都在生死中 也就是这些画面 都是经历生死 都是刻骨铭心的痛 然后我才慢慢一点一滴 这样做出来之后 才写出来 但是他们没有经历过 却很容易的就做出这样的决定来 结论来 这个有一点一样 但好像这个就是一般的医师 那我为什么我 难道我本身是中医师 我会对中医师的这些理论不清楚吗 然后我为什么离开了过去 然后全力投入原始点 我最后的结论 我竟然还是把书本上写成原始点医学 如果不是为了把这些 人们最痛苦的生老病死解决 我还有什么动力来写这一本书呢 那要解决生老病死的问题 你不是医学你怎么能完成呢 很明显的嘛 所以我才说喔 从我一个经历 然后早期也有很多人劝我 不要不要就是一定要解决什么癌 腫瘤啊什么大病啊 你就好好搞医师就好了嘛 这些很多人太太也生病了 但他们当医师也没有一定要去解决这些问题嘛 你也不需要 但我觉得如果我没有解决 以后我还有颜面 再来当医生 再来帮助别人吗 我自己的人都救不活了 我能这样做吗 所以这时候自己对人生的整个价值观 我是起了很大的冲突了 活下去的意义在哪里 我不断告诉我自己 这个问题比我要不要当医师还要重要 所以经过了这样的刻骨铭心的经历过 我觉得我一定要追求真正医学的真相 也就是我认为追求真理 比当比去跟大家一起去当医师 这样来求一个生活的安定 我认为更有意义 所以这也是我应该说这几年来 跟别人最大的不一样就是坚持 我认为坚持对的就一定要做 不管万人所指啊 就是人家说万人所指无疾而终 很多人在批判你的时候 你是否还能够坚定下来 这一点今天跟各位在分享原始点 我可以挺起腰杆跟各位讲 我做到了 不管过去过程中有多少人对原始点的误解 甚至批判 我都挺过来了 那该写的也写了 所以这一本书 也到了该完整的出书的时候 所以真的从一开始没有想到我太太 这一场病换来的 是我人生后半段的一个大转变 真的是死了未及啊 但我相信这一个过程中 也是我人生最大的对变跟成长 好 我们来看下一页 这些前面都有介绍了 就是我前后经历五年 把所有的开关找出来 我们继续看下面 下一页 那各位可能 淡淡的一句话 五年真的那么容易找出来吗 其实很难 难就难在于 那个开关啊 你到底找出来的 因为全身都有压痛点 不是只有一条脊椎脊七处啊 那什么是大开关 什么是小开关 然后这个大开关找出来了 是不是所有的人都能应用 这些都要反复去验证 所以中间的辛苦 可能不是大家能体会的 而且说实在 那时候我太太在安宁病房 随时都要走 我似乎是在跟时间赛跑 所以几乎 有时候连睡觉都在想 这些开关到底是怎么回事 然后夜以继日 不断地在揣摩 然后遇到患者就把他留置下来 看能不能更多来印证 这些都是背后的事啊 当然 很多人看到 我这样五年把一条脊椎归纳 好像也没有什么难的吧 就是一条脊椎跟七处 其实我只能说不容易啊 如果容易的话你看 从皇帝内经两千多年来 十四条经络三四百个穴位 有谁可以把它拆开 拆成一条脊椎七处 然后把所有的穴位都改成压痛点 也就是阿四谢 我只能说太难了 但如果不是因为我太太 我因为太爱她了 爱从私人的爱到最后 全力的投入 在最后把这个小爱 化成比较大的爱 我认为那所有人都 可能跟我太太的命运一样 那我研发出来 将来一定可以利益到 更多像我太太这样的人 那我这样的投入自然就有意义 所以也就是让我 好像很心甘情愿 而且很愿意的 来做这一件事 所以一做就是说 做到你看从我太太这样生病 2003年进入安宁病房 到现在2023年 也是20年了 就是如同我一开始的发心 我说我这一辈子就做一件事吧 就是做原始点 我现在回头再来看 我这一句话应该我是 我也做到了 我还在做这一件事 还正在完善它 好 那我们来看下一页 那这些按推技巧早期的都是为了要让患者 能够得到更快速的好转 而研发的 看下一页 那这一页提的就是 原始点也遇到一些瓶颈 就是遇到危急重病的时候 光一条脊椎七处是解决不了 光早期的生汤 还有后来的外热源 软贴红豆袋怎样 还是解决不了 发现到 重病患者已经出现 险象或命危的时候 他还要配合运动 休息 还有良好心态 如果这些做不到 你光按推 光按推内外热源 中将失败 我在重病处理都有提到 所以这是不够的 所以把特别这些都写出来 那这样才能够完整 那也是因为这样做出来的题目 其实重病处理写的就是这些 而写的更细一点 就是一点一滴的把它 这样造化出来之后 让后来的人在学原始点 会更容易更简单 好 我们看下面 所以很清楚的 他一路在做 然后完全是以人为本 以病为师的心情来写 那病人有什么反应 我不会执着我自己的意见 我就如实表达 所以这一本书最大 我认为最大的特色是 如实表达 不加进我个人的意见 我观察出什么 我就把这些观察的 一点一滴这样表达出来 所以原始点它不需要 有太多的过去的经验理论 所以很多人说 那我因为就是中医师 所以才今天能写出这一本书 不对的 如果不是 我当时候我已经把什么 中医的所有的 之间完全放空了 怎么还说 我是因为中医师才写出 那如果这样说 中医师 几千年来不乏太多的中医师 他们早就应该写出 好几本原始点医学的书 出来才对啊 所以原始点真正做到了 就是完全放空之间 从零开始 你知道从零开始 是什么一个感觉呢 就是你这时候 你自己觉得自己愚笨的不行 因为你什么都没有了 那只能从患者身上找 那患者跟你讲的 你一定要铭记在心 然后去把它慢慢一点一滴的归类 是这样的心情 这样的心情 你还有什么 像以前当医师的 你还有什么骄傲呢 你还以为你是医师啊 你还可以帮助很多人 没有了 现在是病人在帮助我 理解什么叫疾病 所以这时候的我 已经变得懂得更谦虚了 原来真正能告诉我答案的 就是患者 而不是医学的书 这也是我的体悟吧 好 我们再来看下面 原始点它确实是因为光一条脊椎脊 起处原始点就已经很迷人了 很多他处体相处自治病症 就可以很快解决 所以当时候我演讲根本没有什么内容 我都是演讲的时候 我就问台下 你哪里有什么哪里疼痛的 你们都可以上来 我做给你们看 我早期我的演讲风格就是 自称自己是好像打工的黑手一样 就是来我就是做给 不要太多理论 事实上这也符合我的风格 然后我文理又不行 早期演讲也不行 早期讲都有一点吞吞吐吐的 不流畅 那因为经过时间的历念 还有自己一直想把这一件事情做好 所以很自然的慢慢就比较能够表达 我内心的一些事情来用讲话 但是写还是不行 但没办法你不写不行啊 你一定要把心里所想的把它写下来 要不然你讲完了你走了 老实讲这一切都没有了 你没有一套体系的书是不行的 所以刚开始也已经有这样的题目了 所以我自己强迫自己 是在2006年 就开始试着去把我的一些手法 怎么样把它描述出来 那理论的部分是在后来 我们才开始慢慢写的 好 我们再来看下面 好 真 好 继续看下面 那也看到很多人 她相信现有的医疗 那我本身又是医师 连自己 如果现在的医疗是完善的 那我认为我太太就不应该会走 而且我是在完全相信西医的情况下 然后已经 他们只要怎么交代 我们几乎都言听计从地做了 但还是不幸还是没办法避开 所以就可以看出 医学是有问题的 但很不幸 我们的民众 我发现太依赖医疗了 然后他们生病了不去反思自己 生活习惯是不是有错 只是一味的让医生开一些药 那好了 即便现在暂时 把症状抑制住了 你习惯不改 你还是会来啊 所以发现 没有内求自己怎么运动调性 把体质改善好 是不可能解决这些生病的问题 自己也深有体悟啊 所以我们看下一页 所以为了让民众了解 我认为这一件事情蛮重要 也事关民众的健康跟生命 自己也感觉这个责任重大 如果自己不承担 我走了以后谁来帮我写书 所以我认为这一生 不管怎么样 我一定要先把这一本书写 先写完 所以很多基金会的人员都知道 我很少去基金会啊 除非有什么比较重要的事 要不然我觉得书一定是要先写完 因为写完了之后 以后才可以流传久远 然后也因为书写完了以后才可以翻译成各国 各种文字各国的文字 然后让更多的人能够了解 所以这一本书特别重要 在我的看法 那也是因为重要 每次都感觉 我这样写已经很圆满 然后也接近好像已经要可以出书 但每一次只要书一出来 都觉得还是没有写好 为什么会这样 因为我本身要求自己很严谨 我希望我是一个完美主义者 我希望这一本书能够写到非常的完美 但最后我终于知道了 所谓的完美只有天上才有啊 这里是人间啊 人间只能说你可以追求完美 但不可能有真正完美的那一刻 即便原始点的话 能够突破到所有一些的极限 然后也能够把它说得很清楚 或做得乔里分明 但是真的所有疾病都能解决吗 不可能的啊 因为这里是人间啊 只能说在现有人间有缺陷的地方 我尽量让这些缺陷 慢慢来补足 让它来进一步圆满 只能做到这样 不过光这样子 已经要耗尽我这一二十年的心力了 所以为了这一个工作 我不只要写 而且还要参考很多案例 然后这些案例 如何用文字来如实表达 然后做到 是理如意 也就是你说得到就要做得出来 然后做得出来 又要写得出来 一定要做到这样 好 我们来看下面 所以中间的甘苦 我只能这样提吧 譬如热人这一篇 我光改这一篇 我已经看了不下 可能数十次都有了 甚至百次 有没有达到我都不知道 因为每一句话我都仔细推敲 是不是真的如实表达 常常为了改动几个字 一做就是几个小时 这个是很常见的 那直到文语达语 那如果是观念的问题 要把它理清 有时候更难啊 你怎么把一个抽象的概念 把它实体的具体的写出来 哇 那这个有时候是很难表达的 譬如说 我为什么这些治疗的方法 都不能宣称有治病的功效 光这一个概念 以前为了把它表达清楚 然后举例用汽车的汽油来表达 光那一段话 就已经写了好几个月 甚至几年都有 然后不断在那一段修修改革 最后感觉才完整 类似这样 所以这一本书是从无道理 大家看是薄薄的一本书 那光这一本书 对我而言已经够恰了 原来我以前看很多书啊 都写得很厚厚的一本 我才发现厚厚的书比较容易写 但你要写到很薄 然后又把所有的道理都写在里面 那就更难了 所以简单的讲 十六版跟现在这一本完整版 有什么不一样 其实页数都差不多 你看不出来有什么不一样 从外表 但里面的内容 其实很多都改写了很多了 所以一本书其实要写完成 如果要流传久言 我认为真的太难了 只能说太难 而我一写就已经十几年了 我不知道写书这么难 比我考上一个中医师还要难 但也因为难 我更应该要坚持 我都很怕我走了 谁来帮我继续写 所以在我有生之年 一定要先把这一本完整版 赶快写出来 所以什么事情我都可以耽搁 包括原始基金会的事 我都可以请人家去管理 什么都可以 但是这一本书不能不写啊 现在应该也快写出来 这对我的压力是可以缓解很多了 好 我们看下一页 这一版一版的修订 这个也不在话下 就是追求圆满 但有没有到圆满 老实讲我现在已经知道了 即便书是圆满 你也解决不了这些 所有人的生老病死的问题 包括患者愿不愿意相信 如果他不愿意相信 你怎么救他 这些都是一个问题 所以我说使用原始点一定要有智慧 除了要慈悲以外 更要有智慧 好 我们就继续看下一页 好 这是在叙述推广过程中 那基金会也收到很多案例呈现 还有一些建议 那这些我看到之后 我只要跟书本上有关 或好的建议 我一般都会很快采纳 很多人是不知道的 我不会说以我个人意见为主 只要有人建议的比我好 我马上立刻改 这也是这几年来 自己在写作上 我认为这一点我是有做到 那不过我要说的 这个在发展的过程中 第一个很感谢各位的 很好的建议 还有提供很好的案例 来印证原始点的理论 我写的来 都没有什么问题 来做到事理如意 好 我们看下一页 好 再看下一页 所以这里也特别提出来 这些原始点的研发跟完善 是很多因缘际会才促成的 不过我这里 这里特别强调的就是 它今天会能够研发出来 其实真正要感谢的 还是这些受病苦折磨 甚至付出生命的患者 这才是我 研发原始点最大的动力 但也是因为这样 我好像一生都快乐不起来了 因为 每天面对着这些苦难 真的心里自己也有时候蛮难受 但很难受有时候不一定 你写出来的这些法 虽然感觉已经到极限 但是不是都能够帮到他们的吧 有时候还要看阴眼 所以有些事还是蛮无奈的 好 我们继续看下面 所以原始点 他也是从这里蜕变出来 他也是 我本来是 一直以为自己当中医师就能够 帮人家治病啊怎么样啊 这样以后的日子也很好过 然后越老经验越丰富 可以帮忙越多 这个 这些想法都在我 太太生病之后打破了 不过 这样也让我真正跳脱出来 所以也鼓励很多医师啊 真正 如果你是要成为伟大的医师 一定要以人为本 以病为师 不要完全的相信 医书所写 现在很多理论是用不上 包括中医的理论 你背了那么多书 真正能用到患者身上 十分有时候连一分都不到 这是我自己 背了这么多的中医的书 最后的一个题目 好 我们看下面 我希望推广原始点的人 能够坚持公益服务啊 这也是为什么原始点 一定要有 著作钱 还有版钱 因为如果你 不牢牢紧握住这些 我发现很多人 根本肆无忌惮的在用原始点 而且甚至把我的书的内容篡改 甚至还把我的里面的意识 照他的意识来讲解 然后讲到最后 面目前非 已经根本不是 纯然的原始点 所以为了这一个法的纯正 你必须要有这些 就是照现在社会制度 就是要有版权 有智慧权什么 然后也要禁止一些人拿来做商业 我认为很多人说 他是把它推广到商业 是在帮原始点 我的看法可不 不认为是这样 你让更多人知道 但你也让原始点 正走向商业化 我为什么这么 不大同意商业化 因为我以前也讲过 如果你要赚钱嘛 你就去当商人就好 那如果你真的要救人 那你就好好把 这个医学 把真的救人的心 做出来嘛 不要为了这些钱 然后让原始点沾染了 一些不应该有的 好像原始点 他一定就是要盈利 你知道吗 现在学原始点的人很多 但都是没有医师执照的 如果 你们不做公益 然后一路收费 有时候当你把患者 处理不好 这些纠纷 你知道要付后果的 如果想不清楚 你一定看到钱 而忘了后面的 医疗法 这是很危险的 而且原始点如果一出事 原始点 现在你看他才刚在茁壮中 如果你也沾染了这些 人家就说你收费 又医不好人 那这样一生 把这种名声宣传出去 甚至人家把你告到法院 这怎么推广啊 第一个一定要避开 就是你真的付出 然后真的也做到不收费 然后也让这个社会了解 医学本来就是简单的 它本来就是生活化的 还收什么费 如果真的实在生活有困难 从商嘛 你去经营 然后有余力再来做公益嘛 但我不认为现在原始点 一定要跟其他的医学看齐 就是以经营利益为主 我认为这个原始点还富有 就是让这个社会注入一股清流 大家要懂得真正 我是要学了原始点帮助人的 不是用来赚钱的 赚钱的方法很多 我希望这些人能想清楚 所以我们原始点现在公益团队 越来越壮盛 就是我们千挑万选 如果他纯粹做公益 也符合我们的理念 那道相同我们才相为某 那如果你要去从事赚钱的 那还要挂原始点的名 我非常不赞同 那所以我们认为 我就应该分清界限 这是十四所趋然 那原始点它的诞生 就在苦难中诞生 既然是在苦难中诞生 他就应该为这些苦难的百姓 多一份关爱才对 而不应该是从他们身上 还想到什么利润 这是不应该的 所以应该为了这个善业 我们应该付出更多的爱心 也给民众多一份温暖 所以这也是希望大家 你们今天听原始点的人 能够能理解 然后原始点 就是给这些 真正愿意付出的人 愿意来做公益服务的人 来使用 所以他们怎么使用 我都赞成 但如果你是拿去赚钱的 你是还有什么商业 后面的行为 对不起 你不要把我现在讲的 把我的影片也放上去 这样是违法的 你要赚钱 君子爱财取之有道 你这样已经犯了 这样侵犯人的著作前的一些利益了 不应该 我的利益就是为了完全反应在民众 那这是我的感受啦 每个人都有他的理想 那今天 我在引发原始点的过程中 我认为应该给原始点 除了一数以外 一般追求的就是人心人数 也让一些真的有心 在修行上提升的人 他更喜欢原始点 更懂得珍惜原始点 他绝对是一个也是一个 另外一个修行方法 我的看法 好 那原始点真的得来不易啦 请大家能够珍惜 那最后下一行 下一页我要说的 来 我们看下一页 大家推广原始点 一定要放弃傲慢心 因为当你说来推广原始点 你要做帮助病人利益众生 当你这样讲的时候我都很担心你 你好像我在布施给你什么 我在施舍给你什么 当你有这样的心 你常常容易已经走向傲慢了 而且原始点它因为它简单 很容易又做出来 那因为简单又让人家感觉 哇 我已经不得了 所以很多人做了原始点 患者常常会赞叹他 哎呀 你好厉害啊 你好像神医啊 哇 他们一听 就飘飘难了 这个是不对的 一定要随时缺席啊 这些你今天能学到这个 当然是 除了我归类 也分享给你之外 更重要是患者啊 患者以他的身体来告诉你答案的 你才能得到印证的 所以你应该对这些病苦的众生 深深的怀有感恩的心才对啊 然后你为了帮 让他们得到更好的照顾 那你就应该更虚心去学习 然后深入词法 一定要反复看这一本医书 这样才能提升你的能力嘛 那这样才能做到自利利他 也能够圆满你自己的发心 来度众生 这样谈才有意义 所以我下一页我就提出来了 我们看下一页 原始点是以病为师 所以你以其说你是在帮助病人 或是众生 不如说 你是跟这些病人学习什么 尊师重大 然后最后呢 你要成就的是什么 得无所得 不要考虑 哎呀我这样做 能够得到多少的利益 没有 最后得到的是什么 得到自己的无私奉献 这也就是为什么原始点 还要坚持公义 走了十多年呢 就是在这一句话 那这样对你 如果你是以修行的角度来看 那这样绝对能达成你的愿望 那当然如果你是从利益的心 想赚取利益的话 那很对不起 我们本来就是道不投了 所以我这一句也勉励 真的在第一线 做原始点推广的人 大家能够这样沉浸下来 然后去掉自己的傲慢 然后最后才能提升自己的 无私奉献 然后做到得无所得 这我认为应该是人生最高的境界 因为你无所求啊 多自在啊 多潇洒啊 好 最后一句话 我们看下一页 我也是原始点医学的诞生 其实我没有多少感觉 我有多伟大 或是完成了一大很重要的成就 通通没有 我现在的心情 只要一想到 那些痛苦众生的画面 我其实 然后我做不出来的失败案例 我现在还在追心之痛 可能自己 大家是不能理解我 内心现在这一刻的心情 一点快乐都没有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我没有快乐 好像从注定在研发这个原始点 就已经注定是这样 所以内心 那些画面 当我写完这一本书的时候 我发现 只能说 把这些遗憾 尽量 让它圆满吧 所以 最后我是充满着感恩的心 来完成这一本书 那如果以后百年后千年后 有人再看到这一本书 受益的话 那我只能安慰我自己 那我这一生 应该就没有白来了 我已经做完 我应该个人做的一些事情 好 这是我后继的一些感受 在写这一本书的一些感触 那也跟大家分享 谢谢老师 感性的分享 和勉励 那我们今天的后继 就讲到这里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